是媒体时代的崛起 YouTuber在拍摄影片的时候 常会遇到一些诡异的事情 也有一些爱好探险的YouTuber 喜欢拍摄各种灵异题材 然而一些诡异的世界 却悄悄地找上他们了 大家好,我是Genius 欢迎订阅天马行空 点击小铃铛 这样你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说 5个YouTuber遇见最可怕的诡异事件 灵异游戏 Inquisitor Master也被称作为Alex的游戏直播主 常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上载游戏直播影片 角色扮演及一些个人Vlog 他绝大多数的粉丝都是年轻人 2017年的时候 Alex上传了一支Vlog影片 谈论自己遭遇灵异事件的经历 第一个影片是他从毕露电视看到的 影约可以看到的是一个朦胧的人影 从远方走来 他说看起来并不是人类 另一个影片则是当他安静地玩着游戏时 突然麦克风传来了另一把女生的声音 Alex对此感到惊讶不已 不过多数网友认为 那很有可能是普通的电讯杂音而已 并不能证明是把女生 最神秘诡异的是 当Alex在电玩角色的对话框打字时 询问线上玩家这里有没有鬼的时候 他一边大声说 一边把字打进游戏里 才刚说完 就听见一声巨响 当时Alex的男友和猫都在房间里面 do you think there's ghosts in this campus 到底会是什么声响 从客厅外传来呢 家里并没有其他的人了 据Alex说 自此之后 他非常害怕一个人呆在家里 所有网民都认为他家闹鬼了 你觉得这真的是幽灵所为 还是他的幻觉呢 闹鬼的公寓 Lance Stewart是一个很出名的YouTuber 由于太常接触这类灵异活动 导致Lance招惹了一些肮脏东西回到家里面 他说他和女友在公寓里 遇上了一些诡异的事件 过后他便在自己的家中 设置了监控摄像机 来观察自己家中出现的诡异事件 What the f**k What the f**k Lazzy Lazzy 有一天在凌晨三点多时 手续中Lazzy的脚被莫名其妙的拉出床边 一直将他拖到房门外去 他突然惊醒下意识大叫 女友也被惊醒赶紧追了出去 影片就在一片混乱中结束 据Lazzy说 这是自己有史以来最恐怖的一个经历 第二天Lazzy又拍了一支影片 说担心那个灵体一直缠着他 后来他找了巨魔人来帮忙 可是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善 某一天Lazzy和朋友在对话的时候 后面的沙发突然被移动了 像是被人推动或拉脱 一样移动得非常明显 他的朋友还被吓得急忙的逃离了公寓 Lazzy还以为是他女友干的好事 可当时候他正在浴室梳妆打扮 毫不知情 后来房间的电灯 也开始莫名其妙的自动开关 让他们都害怕的想搬离公寓 I don't even want to sleep in here dude I know it's freaking me out I just missed it It happened again Did you just see that And it didn't shut off out here I literally turned my camera off As it was happening See the goosebumps all night 如影随心 这是YouTube频道Facerock的Brian遇上的一件诡异世界 Brian透露就在他玩了召唤查理的通灵游戏后 奇怪的事情开始陆续发生 这支影片于2016年6月上传 召唤查理是当时最热门的通灵游戏 Brian在游戏过程中问了很多问题 铅笔都会自动移动并且回答他的问题 Are you real? 虽然很多人认为铅笔移动是Brian事先设计好的并不真实 但是召唤查理却只是一切的开始 当Brian在家中的某一个地方随即询问与灵体对话时 如果将音量调高就能听见有把细微的声音不停的说着话 据他说当时也只有他一人在家 更奇怪的是在这之后的一年 Brian说那个灵体似乎跟随他们到了新家 他不停重播影片尝试听清楚 里面的一把奇怪的声音 像是在对他们说着滚出去 Brian的反应看上去似乎并不像是在演戏 难道真的有鬼魂在跟随着他 你认为这是真的吗? 查理查理 查理 查理 你是真的吗? Dude what? no what? 鬼魂的抓痕 鬼魂的抓痕 这支影片没有任何事发经过的记录 也没有拍摄到任何灵异的画面 影片的开始就是男主角边拍摄讲述当时的情况 对声就来看了 我只是会想起来 我感觉我感觉好像发现了一样 别的眼前撒了一样 他就会致见了一样 真的大彩点火 还要被黑眼了 我可能会有存在了一样 黑眼前 我可能会吐了一样 黑眼前 我但会发现的下敌苹 我可能会发现了一样 黑眼前 黑眼前 我又有那个学败像 它到底会变爆发 我現在有蝴蝶子,我不知道什麼事情會發生,我會惹怒 不,這就是現在的Hornet Hotel 我現在有蝴蝶子,我真的被嚇死了 我真的不明白 我的眼睛真的被嚇死了,我看我的眼睛 畫面拍到的當時,已經是凌晨2點多了 男主角Jesse說 他在熟睡的時候,感覺到右眼角下方疼痛 醒來後,發現真的有一道傷痕 在臉上,而且非常靠近眼睛 他也不清楚是什麼造成的 據他說,有可能是自己夢遊造成的 又或者是,被他和女友的貓抓傷 當然他沒有做到的,他可能會害怕,他走過 我説,他可能是一隻背鞋子嗎? 這隻背鞋子 這隻背鞋子 這隻背鞋子不太硬,我們最近剪了他們 女友Gina說,貓咪的行為反應也很異常 他們懷疑,可能屋裡有一些骯髒的東西 影片有太多疑點和可能性 所以也不能單靠猜測去證明什麼 有網友認為,很可能是貓咪 趁Jesse熟睡時,從他臉上跑過 才會留下抓痕 你覺得這是什麼造成的傷痕呢? 我的眼睛真的像... 我好像是... 靈異探測器 這是YouTuber Keith Weldon發生的一件詭異事件 在2015年2月的時候 他與團隊到某一景點拍攝 探測靈異現象 設置好紅外線探測器和動態感應軟件後 他們捕捉到一些畫面 然而這些畫面卻讓人看了驚嘆不已 新的工具 一小時後,我們被捕捉到一張照片 一張照片在地上,我們被捕捉到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在音樂上映現後 而它看見是... 其中一幕是既神秘又富有娛樂性知的 畫面左上角探測到一個靈體 在音樂節奏下,舞動身體 荧幕显示的是点点连接呈现的人形结构 这个形体从出现到消失 都处于活动中的状态 之后另一幕则是探测到一个灵体 坐在沙发上 其中一个团队的伙伴尝试与灵体进行接触 虽然这支影片是一个令人幸福的灵异证据 利用红外线探测器 将灵体透过画面呈现出点与点相连形成的人形动态 但这真的是幽灵的本体吗 他弄了 他戴的时候 尼尼归 员 他们都拍了 他戴上 他戴上 杀得 她戴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点击订阅 按赞与分享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